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那我恭喜所有在全球新冠状流感下幸存的人 而对于在这个期间离开的人 我们回向功德希望他们都能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往生善道 那相信我们都充分地学习到这次无常的教训 对于未来的功课也能以最平静和良好的心态去接受并且面对 因为一切都是因果 都是业报 另外 我们也不应该将今生的一切美好的果报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应该要时常保持感恩的心 今天我想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坚定不移的行菩萨道 再重复一次 坚定不移的行菩萨道 为此我要讲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 1993年 也就是我们巴西中观市开光的同一年 有位年轻人回到台湾浦里的山上出家 在那个寺院里 每天早上所有的人都有打扫寺院的任务 而那个年轻人被分配到的打扫是什么呢 是在观音殿的第七层 藏金阁打扫 在打扫藏金阁的第一个礼拜 第一周啊 他看到室内有大量的佛经 那出于好奇心呢 他就翻一翻 看一看 于是他拿了大制度论 十册里的第一册 随手一打开 刚好是续品的第八 菩萨式论 就是有关于菩萨的解说 那那个小伙子呢 读了几行文字 发现自己只认识几个字 但整体上几乎都看不懂 最后呢 就心灰意冷的 和尚书 再继续打扫藏金阁 几个星期过去了 那个小伙子还是失望 又丧气 心里想 佛经我都看不懂 怎么学佛法 怎么做翻译啊 怎么办啊 有一天 吃完五灾之后 那个寺院的老和尚在灾堂开市 他讲述他跟他的师父的一段因缘 他说 记得有一次 我的师父对我们弟子说 如果你们的记忆力不好 如果记不住 或者不理解佛经 你们应该可以 多多礼佛 来打开你们的心 和开展你们的智慧 那那小伙子听了就 决定要试试看老和尚的建议啊 于是每天清扫这个藏金阁的后 他都会在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前拜佛 每次拜完 就会回向功德 祈求观世音菩萨开智慧 那他按照这个方法 进行了三个月 之后在阳光普照的一天 打扫完后 他鼓起勇气 再次的拿起同一本书 翻开同一页 开始阅读 令他惊讶的是 他居然看得懂 并且理解内容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他很感动 也很激动 并以自诚心 感谢观世音菩萨 发愿未来 要多学佛法 做翻译 并弘扬佛法 那现在我要给大家讲讲 那个年轻人 当初打开大智度论时候 所讲的那段故事 大智度论的原文 这是在大智度论的出品中 菩萨事论第八 在卷地四 那 论主就是龙树菩萨 那他自问自答 论主问曰 菩萨 吉尺百节 吉吉九十一节 就是 最慢 要一百大节 最快 九十一大节 高把 结束 就是这个时间 很长很长的时间 释迦牟尼菩萨 九十一大节 行办三十二相 那龙树菩萨就回答 他说 这个 释迦牟尼菩萨 他修了九十一大节 才成就了三十二相 那继续他就解释 如今中言 过去久远 有佛名佛沙 他的名字佛沙佛 时有二菩萨 一名释迦牟尼 一名弥勒 佛沙佛 欲观 释迦牟尼菩萨 心存首位 那所以佛沙佛 他那个时候 他已经成佛了 他想要再帮助 提升 提拔 加把力 给一个人 他在这个世间 他就要选一个人 那当时有一位叫做释迦菩萨 释迦牟尼菩萨 另外一位叫做弥勒菩萨 那 那这个佛沙佛 他就在观察说 这个释迦牟尼菩萨 他的心 纯熟没有 那纯熟的意思就是 美善完整的没有 有没有修得很好 纯熟就是修得很好 不纯熟就是 还没有修得很好 那极观见知 知其心未纯熟 而租弟子 心皆纯熟 所以他 观察 这个佛沙佛 他观察这个释迦牟尼菩萨 他发觉 释迦牟尼菩萨的心 还没有纯熟 可是 释迦牟尼菩萨 他所带领的弟子们 很多 都心都纯熟了 那 弥勒菩萨呢 弥勒菩 弥勒菩萨 反而是纯熟了 可是他的弟子们 还没有纯熟 事实佛沙佛 如是思维 他就这样想 一人之心 亦可数化 众人之心 难可极致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的心 自己的心 容易 很快地降伏的 可是当你要降伏 帮助众生的心的时候 那不容易了 如是思维尽 就是他这样思考了之后 观察了之后 佛沙佛 他决定 欲使释迦牟尼菩萨 即得成佛 上雪山上 余宝窟中 入火定 所以佛沙佛就决定说 这样我决定 要帮助这个 释迦牟尼菩萨 早一点成佛 他就上了雪山 就是 雪山就是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那个须弥山 或者是 那个 我们所谓的 喜马拉雅山 他就到一个 一个 宝山洞 进去里面 他就入了火定 火定就是他入了定之后呢 他那个身体会发 就是光芒火 这样子 照耀出来 是一个很殊胜的 一种定 四十日 释迦牟尼菩萨 坐外道仙人 上山采药 见佛沙佛 坐在宝窟中 入火定 放光明 见以心欢喜 性敬 心里生欢喜心 相信这件事情 起了恭敬的心 他就 翘一脚立 就是把一只脚抬起来 这是印度人的一个 很特殊的形容 恭敬的一种方式 一只脚抬起来 双手合掌向佛 一心而观 一只瞪着 看着佛沙佛 目未成训 就是说眼睛都不眨眼 七日七夜 以一个祭颂来赞佛 赞叹佛沙佛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念的 唱颂的赞佛祭 早课我们 寺院都会念的赞佛祭 就是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界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他就是在赞叹说 这个佛沙佛 是他所见过的 一切众生最尊贵 最高无上的 没有在更高的这样子的境界的 那个人 所以他七日七夜 地观世尊 就是释迦牟尼菩萨 七日七夜 看着 双眼看着 不眨眼睛的 用一只脚这样子 站着 合掌看着 这个佛沙佛 如此超越九节 于九十一节中 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这个时候 龙树菩萨论主问曰 又问说 那若释迦牟尼菩萨 聪明多事 这么聪明又这么多的知识 能做种种的 那么好的文章 寄送思维 何以故七日七夜 一记佔佛呢 用一个寄送来赞叹佛呢 为什么 那答曰 释迦牟尼菩萨 贵其心思 不贵多言 就是说他重 重视于 那个寄送的 那个可贵 他不在乎 讲多少话 以一个寄送 这样子来赞叹佛 为什么呢 因为若以 余祭来赞佛 更多的 语言的话 心容易散乱 事故七日七夜 以祭赞佛 再来论主又问曰 释迦牟尼菩萨 他何以心未成熟 而弟子成熟 弥勒菩萨 至心成熟 而弟子未成熟 答曰 因为 释迦牟尼菩萨 他 帮助众生的心切 他想要帮助 他的弟子们 所以他 多为他们着想 少为自己着想 而弥勒菩萨 多为己身 少为众生 少为众生 所以 因此 叫做过去六尊的佛 加上释迦牟尼佛 就是过去七佛 于其中间 九十一大结 就是这个当中 经历了九十一个大结 中三十二项叶因缘即净 六波罗蜜满 就是释迦牟尼菩萨 他完成了六波罗蜜 六种 六度 那哪六种呢 就是 痰波罗蜜 ダンナパラミッタ 就是布施波罗蜜 斯洛波罗蜜 施波罗蜜 就是借波罗蜜 禅提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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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hanti 就是安忍波罗蜜 皮利耶波罗蜜 Virya 就是精进波罗蜜 禅波罗蜜 禅波罗蜜 就是jana 波罗蜜 就是禅定的波罗蜜 在最后 波尔波罗蜜 Prajña 这个故事 如果要简单地用 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菩萨道的精神的寄送是这样说 菩萨是为佛教为众生 比为自己更重要 为佛教为众生 菩萨的精神是不忍圣教衰退 不忍众生的痛苦 这个大制度论的故事 是在讲菩萨道的核心的精神 它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佛杀佛 他选择鼓励并且推把 释迦牟尼菩萨的修行 因为释迦菩萨 更优先帮助他人的修行 这就是菩萨道的精神 所以在座的诸位 如果你希望诸佛 释迦牟尼加持你的话 那你就要效法释迦牟尼菩萨的这个精神 多为众生着想 多为众生服务 另外一个教训是 九十一大节 听起来感觉很久 但是从菩萨的角度 时间长并不会让他沮丧 我们只要认真的修行 一步一步的那就对了 那那个年轻人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 那我想大家应该猜想到 那个小伙子就是三十年前的我 比丘治汉 拜佛礼佛 在佛教的修行的重要性 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拜佛这个修行 除了有助于记忆力和开阔心胸之外 还能累积很多的功德 减少很多修行的障碍 所以我们在佛法有一句话说 礼佛一拜 罪灭和杀 礼佛一拜 罪灭和杀 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宝贵和稀有 我们不应该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 而浪费了这个人生 我们要珍惜 时隔三年 我们从新冠状 这个疫情走出来 让我们要坚定不移的 行菩萨道 发展我们的慈悲与智慧 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的接近 成佛之道 好不好 好不好大家 那最后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增长慈悲 增长智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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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